大家好 我是科比托CAPITO 現在是台北北京時間7月15號晚上7點40分 我們來看一下我今天7月14號發布的 歡迎大家加入這個群組 653個人幫我作證 我在4點26分我就說了 比特幣回踩等於要三角形 確認跌破後續仍然看跌 來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裡 我說回踩是什麼意思 我們這樣跌破 我們要怎麼確認 確認說這個原本的支撐 在這裡是扮演支撐 在這裡是什麼 扮演阻力 我們現在是不是跌破了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跌 我們就繼續往下跌 測試下面的一個支撐線 測試下面的支撐線 而且呢 怎麼樣 來我們回來 我說4點26分 各位知道4點26分是在哪裡嗎 4點26分就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我講說 我們現在是確認喔 你是不是可以來吃到這根 這根呢 這根也有一個2%多的利潤 而且我在昨天的影片 昨天的影片夜襲這邊有明確的講解 我們接下來要有怎麼樣的應對方式 歡迎大家回去查證 歡迎大家回去查證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以太幣 以太幣我說 我畫出這個下降通道 關注白色下降趨勢線 關注下降白色趨勢線 來我們看一下 白色趨勢線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白色的趨勢線 我這個趨勢線 都沒有動喔 昨天就放在這個地方 昨天就放在這個地方 來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白色的趨勢線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來這裡 碰到 立刻反轉 為什麼 表示我畫的是對的 表示這條趨勢線 它真的是一個 主力的位置 它真的扮演了一個主力的位置 大家 不相信的話 可以去我的社群 這個地方看 來我們看一下 我在比特幣 我都有發在社群 而且都好幾個小時前 大家可以去做 大家可以去看 絕對不可能造假 如果我們是回踩確認跌破 真的會來測試3萬的核心區間 而且我在 那個時候圖是長這樣 我就跟你講了 如果我們是回踩確認 我們真的會 繼續向下試探 繼續向下試探 非常多人都可以幫我做減證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觀眾的收益 這個觀眾呢 他也是做得非常好 一定也是有看我的影片 對不對 他的入場價格是在2080 然後 空艙20倍這個槓桿 賺了大概有 大概2000美金左右 也是相當不錯的收益 但是 我在這邊呢 還是不建議 新手 用所謂我們重長 大的長尾 也不要去開高倍槓桿 競槓都超過10倍 那他會這樣開 顯然他一定是高手 對不對 有高手再搭配看我的影片 一定賺的盆滿博滿 那 我在這邊呢 可以先跟一些 這個有私訊我的朋友 我可能要先說聲抱歉 因為 我私訊太多了 真的是太多太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光留言都回不完 我光留言都回不完了 那個私信太多,我現在有點接近放棄的狀態 有人問我說要不要買一些奇奇怪怪的幣 就是可能可以漲千倍百倍的那種幣 我的答案就是不要 除非你可以接受它歸零 如果你今天不是買比特幣以太幣 你花在這個小幣上面的倉位 你覺得歸零可以嗎? 就有點像你花在狗狗幣上面的倉位 現在歸零你覺得可以嗎? 如果不行就不要買 那如果可以的話 好,你可以冒這個風險 大家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嗎? 大家可以去看我這個山寨幣的這部影片 講得非常好 如果你可以接受歸零 好,那你可以買 如果不能那就先不要 不要買山寨幣,很危險 那這個觀眾的收益也是相當不錯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一個觀眾 這個觀眾呢 我覺得他這樣就是有點在扛單了 因為我們一定要設置一個止损 當我們沒有設置止损的時候 我們就會不知道要在哪裡設定 要在哪裡止损掉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某一個價格 我們就設定 好,如果我過去這個價格 我就一定要平常 我就一定要平常 我要設定一個cut loss 這個朋友呢 他就跟我說 他現在在漲了 那我是不是要開多 他那個時候如果開多 又在被殺 今天又在跌 他又在被殺 這就告訴我們什麼 不要報復性 不要報復性的開單 不要報復性的投資 不要報復性的買幣 為什麼? 就有點像是好 你今天早上 你輸5000美金 你輸5000美金 很不爽是不是? 你很不爽 你下午想要回來 你下午想要回來 你就會輸1萬美金 我跟你保證 因為我們投資或者是開單這種事情 是很 是需要做好很多功課的 不是說什麼 啊我早上輸了 下午趕快贏回來 我這樣我跟保證你一定會輸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不要去報復性做一些事情 好不好? 我們輸錢 我們一定要檢討 贏錢也要檢討 那不要去報復性的開單 不是你要回本 不是一天兩天可以回本的 接下來好好學習 有機會回本 但是不是你輸了 你下一單你就一定要立刻回本 絕對不是這樣子 絕對不是這樣子 還有第二個是什麼 停損就像是我們在認錯 認錯真的比較難 就有點像是 你可能很難開口去認錯 你很難開口去認錯 認錯就跟止損是一樣的 止損我們錯了 錯了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錯了有什麼關係 我們修正還是一樣考得好啊 我們考卷考不好 我們把錯的定證 我們還是一樣考得好嘛 何況怎麼樣 何況教育這種東西 你就算你把什麼功課都做齊了 你還是有可能會輸 教育這種是沒有百分之一百的 如果有人跟你說他下一單一定贏 我跟你保證他在騙人的 我跟你保證他在騙人的 教育這種事情是幾率 是概率的問題 我可以保證我長期獲利 但是我不能保證 我下一單我一定賺 所以在錯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準確的離場 拜託一定要準確的離場 認錯不可怕 認錯不可怕 好嗎?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剛開始接觸合約的話 我建議你先用小資金 因為我保證 我跟你保證你剛開始一定會輸 你可能各種錯誤 各種看錯、按錯、倉位下錯、槓桿下錯、沒有止損 各種奇奇怪怪的錯誤都會產生 所以小白千萬千萬一定要是小資金開始 這邊是之前的一些觀眾收益 其實最近有很多交易所都有跟我在談合作 我根本都沒有逼你們註冊 入群要註冊嗎? 不用,完全沒有條件 完全不收費 請問其他人要怎麼跟我比? 我全部都歡迎比較 沒有人跟我註冊 他問我的那些信息 我根本都不敢回他 因為沒有人註冊 我都沒有臉回他 想說怎麼都沒有人註冊 都沒有產生手續費 這就是我跟其他博主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就是你看我的影片 你加入這些群組完全都不用錢 有最即時、最正確的分析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我沒有推項目 有些博主他會收項目方的錢 就比如說推什麼babydodge 這真的有這件事 你覺得那些收入只有兩、三萬的那些博主 他會不會因為幾千美金的心動 一定會的 然後就騙自己觀眾的錢 對不對? 可是這種事我做不出來 我有沒有像我任何一個觀眾推薦土狗項目 沒有嘛 我叫你們買什麼? 我叫你們買比特幣 叫你們買以太坊 而且要重倉比特幣 這個我們到現在看是對的 往後五年、往後十年都還會是對的 都還會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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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們接下來一起回到這個比特幣盤面 我現在講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應對 我想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應對 好 這邊不是要跟你們講說我有個頭肩型態嗎 但是現在基本上是已經失效了 基本上是已經失效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失效呢? 因為我們這個右肩 好的頭肩頂 它最好是 右肩可以再稍高一點 也就是這邊的高點 要比這邊的高 那它現在 瘋狂往下跌嗎 而且是放量的往下跌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個量能 我今天我有強調非常非常多次 我的空單是在什麼時候跑的? 就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它放量了 而且我這邊有設防守指引 所以它往上漲的時候一直 啪啪啪啪 把我的防守指引全部吃掉 可是我一點都不心痛 因為我只是賺多賺少的問題而已 那我昨天有詳細說明這個防守指引 移動防守指引要怎麼設置 如果你昨天有按照這樣設置的話 昨天這波爆拉你就不會賠到錢 昨天這波爆拉你就不會賠到錢 那接下來就是 昨天 這個 有人說 空 那有人 有人說這個大敘事是空 那我就要繼續空 長散我就要繼續空 有人在哪裡空 在這裡空 那你這樣是不是 一定被吃死 我們來拉一個我不常用的工具 拉一個我不常用的工具 但是這個我也會用 這個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Fibonacci回測 Fibonacci回測 Retracement 來 我們現在是不是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拉出來 它回彈到什麼地方 0.5 有沒有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它就反彈到0.5這個位置 你拉Fibonacci可以找到一個 好的一個進場點 至少 最少最少你都不會追長殺疊 那Fibonacci這個工具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0.5 0.618 黃金比例 還有0.786 這幾個地方是 我覺得 很常碰到的一個位置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當然它不一定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但是大家還是可以關注一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 有人可能會問說 你怎麼知道說 你怎麼知道說 它的下跌到 要怎麼樣使用Fibonacci 其實都是可以的 它本來就是 它本來就沒有規定說 要從哪個點到哪個點 你要增鍵到增鍵可以 實體到實體可以 增鍵到實體也可以 如果這樣子拉呢 來 它到什麼地方 它到什麼地方 它的實體是不是在0.786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你不覺得很神奇嗎 Fibonacci就是這樣用 它起碼教你不會追掌殺疊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以太幣 以太幣 我昨天有講 我昨天是在這個下降通道之下 我覺得這個下降通道是有用的 而且這個下降通道 我目前看好像也沒有人跟我講的一樣吧 是不是 也沒有人跟我講的一樣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討論它有效性 接觸點很多 1 2 3 好 1 2 3 絕對有效 兩枚都有三個接觸點 絕對有效 那在這裡呢 我會建議各位怎麼樣做操作 怎麼樣做操作 其實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震盪向下 震盪向下 那其實這種下降 下降楔形 它 在教科書上是一個比較看長的信號 也就是如果突破 說不定是可以做一個多 但是你還是要尊重我們這個趨勢 我們趨勢還是向下的 所以我不建議大家去放這個大的槓桿 千萬不要 我們還是要尊重趨勢 趨勢才是我們的朋友 趨勢才是我們的朋友 那如果你昨天有看我畫的這個線啊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裡開一張空呢 你是不是可以在這裡開一張空 那我個人是怎麼操作 我個人是 因為我前面也是 有做這個嗎 我做這個嗎 我賺了在這裡賺了200點 賺了大概有10%左右 大家都有目共睹 昨天有賽出單子嘛 那我們接下來會來測試什麼地方 接下來真的會來測試我們這個核心的這個支撐區間 也就是大概在1850到1800 這樣子的一個區間 大概是我白色筆畫的這個區間 也就是我們怎麼樣 本輪牛市的一個核心的支撐區間 我認為是大概還是會獲得反彈 那我個人呢 也是有在 像這樣子的區間呢 也是有做這個現貨掛單的動作 也就是我想要買這個 很便宜很低價的以太坊 很便宜很低價的以太坊 因為我個人還是認為 這一輪牛市還是在的 就算不在 我都覺得是可以 以太幣也是可以嘗試的幣 但是以太幣呢 我最終還是會轉回我這個比特幣 因為其實以太幣有很多新出來的幣種 也都是想要取代它 但是你看比特幣 比特幣出現了這麼多年 多少幣想要取代它 有人可以取代得了它嗎 沒有嗎 是不是沒有 那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我們能不能在這個地方 可不可以獲得有效的支撐 可不可以獲得有效的支撐 如果獲得有效的支撐的話 這邊可以來一波反彈 注意是反彈不是反轉 不是趨勢的反轉 如果突破這裡呢 是不是也可以來一波 但是如果 我們真的又破這個 哇 真的又會再向下 真的又會再向下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 我們再看回 比特幣 這個比特幣呢 不是這個盤面 不是這個盤面 這個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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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昨天畫的三角形 我們先把這個改成白色 我們在這邊是不是看到一個白色的等腰三角形 這個等腰三角形呢 跌破 確認 繼續向下跌 那我們現在要看什麼點位 我現在講這些都變成馬後炮喔 但是大家可以看我的群組 那絕對不是馬後炮 絕對不是馬後炮 絕對不是馬後炮 我們看一下這個 灰色 你不要看一下這個灰色的下降通道 灰色的下降通道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灰色的下降通道 你們看一下喔 我換到4小時 會比較清楚一點 來 這個下降通道 我們要看他的 能不能扮演好的一個支撐的角色 他可不可以在這裡扮演支撐的角色 如果不行 那他就真的會 直接測試到我們一個前滴 真的就會測試到我們3萬 甚至是2萬9 2萬8 我們要看有沒有守住這裡 還有3萬1 這裡是有強勁的支撐位 這是大家接下來要好好關注的地方 好好關注的地方 但是 他如果又繼續向上的話 又繼續向上 那我們要關注 可不可以在灰色的阻力線 獲得一定的阻力 如果沒有獲得阻力的話 如果沒有獲得阻力的話 那這邊一定會向上 就是來一波突破 那突破的話 我們說不定可以看到這個 斜行的頂部 大概在這個地方 3萬6 3萬6 可能可以衝到3萬6 如果我們突破這裡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我講的這幾個點位 那我個人呢 我講一下我個人操作 我個人操作的話 我是在這裡掛了很多的現貨買入 因為我認為這輪牛市還是在的 當然從技術面上來說 我們必須尊重盤面 它在1小時4小時日線級別 都是一個4小時級別 都是向下的趨勢 但是我以各種場外的因素 我認為牛市還在 所以我在下面掛了很多接線貨的單 掛了很多接線貨的單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而且 如果牛市還在 那3萬一定是一個低點 一定是最低最低最低的低點 那如果跌破怎麼辦 跌破了那可能 真的熊市來了 那我只能說 宅相有權能割地 孤城無利可回天 這個我也沒有辦法 那我就是比特幣的長期持有者 我就繼續持有 我也不怕 我也不怕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以太幣 我想像這個以太幣 以太幣一樣 我昨天就有講過這條線 昨天就有講過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昨天的影片 我昨天影片有說 我們這條黃色線 你看支撐點很多 它的接觸點很多 你看 你往上看 接觸點相當多 所以很有效 接觸點相當多 那它是在哪裡產生的加速下跌呢 今天 如果你有看我昨天的影片 一定可以掌握出這波機會 也就是 怎麼樣 它跌破我這個黃色趨勢線 它就下跌 它跌破我黃色趨勢線 它就加速下跌 那如果你要做這個單子 你要怎麼做 跌破你是不是在這邊開口 那止筍放哪裡 止筍就放黃色線的後面 對不對 你往下 你有空間 那你往上 損失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大家可以想一下這個 盈虧比 我很介意的是盈虧比 好 我來講一下這個幣 這個幣 我發現現在這個 buybit 也需要做這個身份認證 也需要做身份認證 哇 又要變馬後炮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4小時 4小時呢 我們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看到一個這樣子 的一個紫色的一個支撐區間 也就是核心支撐區間 大概像 比特幣3萬這樣子的區間 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在這個教科書當中 是一個比較看跌的信號 因為如果跌破我們就做空 跌破做空 這樣是可以的 但是它也有可能漲上去 所以我們的思想不變 就是怎麼樣 跌破支撐做空 突破阻力做多 如果我們在這邊 突破阻力做多 最多可以有個大概10%的回報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形成一個下降三角 我們在這個下降三角一樣 我們接觸點很多 所以很有效 那跌破 跌破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波空 現在已經跌破了 現在已經跌破了 已經變有點馬後炮了 但是這個幣我還是想說分析一下 因為有觀眾在下面留言 好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也就是 黑色線是我們這個比特幣的價格 那綠色是什麼 綠色也就是 這個 比特幣它的帳戶地址 一直在不斷地往上增加 一直不斷地往上增加 那 紅色是什麼意思 紅色就是 我們這個活躍用戶 也就是這個短期持有者 短線的現貨套利者 它的數量是不斷地在減少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比特幣 從這些 weak hand 一直流入到 strong hand 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特幣從那些拿不住 拿不住比特幣的人的手中 流到拿得住比特幣的人的手中 大家可以稍微關注一下 這很有可能是我們要反轉的一個前兆 好 即時技術型態 行情分析 禁止發言 群組連結在置頂留言 歐益交易所 交易對齊全 加密貨幣延伸品交易量世界第二 點擊下方連結 獲得圈網最高20%手續費返線 如果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幫我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 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貨幣行情巨石孝行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接受我第一手的 精準分析 請按鈕 請訂閱按鈕 再按鈕 按鈕 買點鈕 收視器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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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